今天我们读到了《红楼梦》的第十二回 这一回延续了前一回的《见西凤·贾瑞起迎新》 我完全都是在写贾瑞的悲惨故事 主要是因为她不正当的欲望 所以导致疾病缠身 最后惨烈而死的经过 首先贾瑞色欲熏心 居然妄想乱伦 并且不断地来纠缠凤姐 于是凤姐决定给她一顿教训 这就是所谓的王熙凤毒涉相思局的部分 可是很多读者以为 贾瑞是凤姐狠毒给害死的 但是我必须说 这实在是很严重的误解 我们必须说 贾瑞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怪不了别人 我要请你仔细想一想 凤姐她虽然没有直接拒绝贾瑞 但是为的只是要趁机捉弄她一下 给她教训 这当然不是君子作风 但是其实也无伤大雅 因为那些安排 根本不可能置人于死地 请你仔细看 以第一次的设举来说 贾瑞她只是被关在西边的穿堂一夜 虽然挨饿受动 却都毫发无伤 所以以后几天 才又来继续纠缠凤姐 那么凤姐很生气 又安排了第二次的整人活动 结果呢 是贾瑞写下了给贾荣 贾强的一百两千句 再被淋了一桶污水 而字也和性命完全无关吧 你看 再后来 贾瑞根本就不敢去荣国府了 这么一来 她的后续情况 包含生病等等 那和凤姐更是毫无瓜葛 所以我说 贾瑞生病和死亡的这笔账 绝对不可以错赖给凤姐 要不然呢 你就会变成葫芦僧 乱判葫芦案了 那么贾瑞又是怎么死的呢 这要先从她的生病说起 她为什么会生病呢 小说家写得很清楚 那是因为功课的压力 债务的压力 尤其是她的自我纵欲等等 各种因素所导致的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 贾瑞生病的过程很长 我大约推算了一下 从12月2日被第一次捉弄算起 她应该没多久就开始卧病了 小说家也说 她的那些病症 不上一年都天全了 又说 树乎落尽春回 这病更有沉重 可见 她的这场病是跨年 延续了两个季节 时间上大约半年 刚好和秦可卿的怪病重点 而她的病症和致死的原因 其实全部都是和纵欲有关 一直只看正面的美人虚向 以至于纵欲过渡 而就这样送了命 我们再看她脱金而死的惨状 你是否会觉得触目惊心 不堪足堵呢 而那样恐怖的场面 让你想到了谁呢 确实那就是金平梅里的西门庆 这个爆发户就是这样死的 所以说西门庆在红楼梦里的投影 就是贾瑞 而贾瑞姓贾 他是属于贾家的庞戏子孙 可见曹雪芹安排贾瑞 步上了西门庆的后尘 就是在痛心贵族的末世 竟然沦落到了爆发户般的低俗啊 讲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 贾瑞从生病到死的整个过程 和凤姐一点关系也没有 就算凤姐不肯送她人参 但这可不能怪罪凤姐 请你要将心比心哦 你愿意把昂贵的人参 送给想占你大便宜 让你很讨厌的人吗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不能苛求凤姐要当个圣人吧 再说 贾瑞要把凤姐当作性幻想的对象 这当然更不是凤姐的错 凤姐可没有答应 要把自己的形象借给她吧 如果她知道贾瑞整天用她的形象 这么不堪地猥亵 一定会觉得很羞辱而大怒吧 所以说 贾瑞直到最后的生死一线 仍然沉溺在低下的欲望里 以至于自觉坟墓 其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可恨可恶的 可是非常奇怪的是 对于这样一个内心崩坏的可耻之人 曹雪芹居然还给了她救赎的机会哦 她派了半线般的道士来拯救她 带给了贾瑞一面宝贵的风月宝剑 而且更离奇的是 这面镜子居然是太虚幻境的锦幻仙姑 亲手制作的 而且单单专门给聪明杰俊 风雅王孙等照看 那不就非常起人疑斗了吗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讲一个最奇怪的地方好了 你注意一下 既然这面镜子可以让人解脱 而锦幻仙姑又是主管世界上 美丽卓越的女性 那她为什么从来不给这些女性 这一面镜子看呢 难道这些女性就不用被拯救吗 我们从整部小说来仔细看一遍 看起来是这样哦 否则为什么小说里 凡是悟道出家的都是男性 包括前面的珍世尹 以及后面的柳香莲和贾宝玉 可是其中唯一想出家的女性 习春 她并不是因为悟道的关系的 这么一想啊 很可能小说就泄露出 曹雪芹也有性别歧视 她并不是那么完全重央女性呢 否则 怎么会让女性从来就没有超脱的机会 现在你知道曹雪芹写这部小说 是多么的复杂了吧 好了 我们这一回的导读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再会